Hello大家,今天这期影片呢是一期纯聊天的视频 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一下我这半年来 生活上的一些很大的改变 那主要呢是集中在三件事情上 当然其中有一件事情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那这件事情呢我今天只想简单的把它说一下 不是觉得它不值得 而是我觉得我确实没有做好足够的勇气 平淡的把它说出来 那这半年来呢其实我觉得我的状态没有特别的好 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是特别突然 完全不是我预期的那种 那我今天说这三件事情呢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好了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 就是Lucky在去年的圣诞节被圣诞老人带走了 我本来以为我至少能够好好地把这句话说出来 他走的是很突然的 而且因为正赶上圣诞节 然后去年的圣诞节的节前又刚好是一个周末 所以我们周围所有的ER全部都out of capacity 也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新的病的宠物了 最后我们在离我们家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地方找到了一家ER 那个地方呢他不会跟你说就不接受新的狗狗了 而是说你先去 去了以后呢他们会先找一个医生出来检查狗狗的情况 如果情况比较紧急他们就立马治疗 那如果他们觉得不是很紧急就会让你一直等着 那我们当时去了检查完之后 医生给我们的结论是他感觉Lucky没有特别的紧急 所以他告诉我们需要排队大概十几个小时之后再回来 但是就在这等待的时间里面 Lucky的状态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的差 最后就还是来不及了 这一切真的发生的特别的突然 我们一点心理预期都没有 我就记得那天早晨我们回到家 我女儿刚起床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Lucky不见了 然后我还要表现的比较镇定的 把他的圣诞节礼物拿出来 然后告诉他其中一份礼物是Lucky和圣诞老人给他准备的 准备好了之后呢 他就跟圣诞老人回天上了 这是Lucky帮着圣诞老人准备的 他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挺开心的 就信以为真了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呢 他就开始不停的问我Lucky什么时候回来 Lucky到底去哪了 所以我就只能先告诉他 Lucky最近生病了 他现在在医院里 等到我们拿到Lucky的骨灰的时候 我又告诉我女儿说 Lucky的身体现在其实在这个小盒子里 他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只是他的灵魂还在我们家里 那现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想让他还证明他现在在你心里 我女儿呢也接受了 而且当时还会跟我们开玩笑说 Lucky不单在他的心里 有时候还会在他的肚子里 怎么了 Lucky想回来的时候他就回来了 对呀 他的身体可能不在了 但是他的灵魂还在我们这儿呢 你看不到他 他有可能现在在你的身上趴着呢 趴着看你睡觉 他说呀皮皮快点睡吧 他也有可能在爸爸那儿 也有可能在妈妈这儿 对他的灵魂可以到处飞 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也已经慢慢理解了 Lucky是生了很严重的病 然后去世了 但是在他的心里一直有Lucky的位置 Lucky也一直在陪着他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和我老公 除了伤心以外 其实更多的是自责 就是觉得如果能再早一点 在节前就能约上一家医院的话 或者是当医生说 他觉得Lucky没有那么的紧急 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的话 说不一定还会有转机 我们也一直在回忆之前 有没有一些就是Lucky的 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没有发现 或者是没有注意到 Lucky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也特别后悔 没有多带Lucky出去玩 这件事情呢 我就打算说到这儿了 我就没有办法再接着往下说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就是我们呢 又养了一只新的狗狗 同样呢 还是一只美式金毛 它的名字呢 叫Joby 我们其实原本没有想着 这么快去养一只新的狗狗 至少我还没有完全 从Lucky那段悲伤里走出来 就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再去养一只 而且也很害怕 自己再一次照顾不好它 但其实在Lucky还在的时候 我和我老公就有商量过 想再养一只金毛 当时想的是让老狗带带小狗 然后让小狗呢 也能带给老狗一些更多的活力 我们那个时候呢 也是有联系一些breeder的 但结果呢 都是需要等待的 我们当时想的就是 等就等吧 反正也不着急 能不能养再另说 那这个事情呢 就一直这样放着了 那在Lucky走后 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 我们当时最看好 最喜欢的一家breeder 突然给我们发邮件 说他们有一波在Christmas节前出生的小狗 其实这波小狗早就已经被预定出去了 只是说有一个人突然决定不养了 所以现在呢就剩下一只 邮件里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填一下申请 当时我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懵的 我老公还是比较理智的 他当时就说 填一下申请嘛 也不一定会通过 毕竟他这封邮件不是只发给我们一个人 而是给他waiting list上所有的人群发的 那我们填安申请之后呢 果然一开始没有选我们 我们呢也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我当时反而松了一口气 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 这家breeder呢又联系到了我们 那因为这窝小狗呢 是这家breeder 就我们看好的breeder家 提供了母狗和另外一家提供的公狗进行的配种 所以最后的决定呢 其实是由这两家人一起做的 那邮件里说呢 他们两家在一起讨论了一下 最后还是觉得 我们是更适合领养他们狗狗的人选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真的哭了两天 我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去养新的狗狗 我甚至觉得我再养一只狗狗 会不会对不起拉开 它会不会怪我 但是确实感觉到 冥冥之中好像这只小狗 非常想要来我们家 那提供狗妈妈的这家breeder呢 原先是在我们家 往东南边开车要三个多小时的地方 已经接近波特兰了 但因为这窝小狗呢 是在爸爸那里 所以地址就变得离我们近了很多 我们当时查了一下 发现他的位置正好是处于我们家 和我们最后带Lucky去那个ER的 差不多正中间的位置 这件事情呢 我和我老公商量了很久很久 我们也有去看过那些小狗 最后呢 是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们也知道 Joby不是Lucky 他只是跟我们比较有缘分 我们不会把他当成Lucky的替代 但是呢 我们会把之前在Lucky身上没有做到的 或者是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尽可能的弥补在Joby身上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养Joby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 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女儿和Joby的互动 要比跟Lucky多很多 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 Joby是小狗嘛 真的会很有活力 他会跟小孩子打在一起 我也像之前Lucky 已经是那种成年老狗 就会特别稳重 也会更加呵护小孩子 但确实平常也没有那么的爱动 目前相处下来呢 我觉得Joby和Lucky 真的是totally different两只狗 不管是从性格还是一些什么外观方面 行为 我甚至觉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完全相反的 虽然说在养Joby的头一个月里 因为要做一些行为 包括拉尿方面的训练会累一些 但他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安慰 我现在没有办法在我拍视频的时候 就让他这样来回的穿梭 因为他太活泼了 之后等他没有那么闹腾了 我应该会让他经常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就像以前你们会时不时看见Lucky一样 这是前两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你们从标题上已经看到了 就是我怀孕了 这次怀孕完全是计划外的 在孕早期的时候还出了一些乌龙 虽然说是计划外 但我觉得只是我和我老公没有想好 是在一个什么节点去要二胎 就是对于二胎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特别的期待 我们也没有特别的抗拒 那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完全没有打算 没有计划要孩子 就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 安全期真的不安全 那我的今期呢是非常准的 但可能是因为正好处于Lucky走的那段时间 我过于的悲伤了 导致我身体的排卵不正常了 那安全期呢本来就不安全 在我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危险了 那我自己当时感觉我有可能怀孕是出现了这么几个症状 第一个呢是我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我真的是困到不行 我感觉我一天要睡十五六个小时 醒着手也感觉精神不是很好 就感觉站在那个地方就能睡着 然后再就是我蹲下 然后站起来的这个过程呢 我的小肚子会抽筋 需要稍微的缓半分钟才好 再有一个呢就是情绪波动特别大 我这动不动就哭 最后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 其实有跟你们提到过 就是那段时间皮肤特别特别的干 那一开始呢我没有多想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我大姨妈会不准 或者是我这次大姨妈的一些症状 会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心理预期 因为我觉得lucky的这件事情 让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波动 那我这次的姨妈肯定是会不正常 那我之前呢姨妈最最最最不准的时候 也就是推迟了个八九天 然后这次呢在姨妈推迟到第十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了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验孕棒测了一下 那验孕棒不是有两条线 一条是对照线一条是检测线 如果你没有怀孕那它只会出现一条线 就是它的对照线 如果你怀孕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会先出现对照线 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呢 它会出现第二条线 也就是你的检测线 我当时测完之后呢 我的对照线完全没有出现 直接就出现了检测线 而且特别深就发紫发红的 大概是过了二十多分钟之后 才出现了一条浅浅的对照线 那一盒里边一共有两个验孕棒 全部都是这样 我就去买那种电子的 验完了之后上面就直接显示了 pregnant 我当时看到这个结果 真的是有一种完全没有准备好的 晴天霹雳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在验孕的时候 出现了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大概率下呢 是你也怀孕了 那在美国这边呢 怀孕了 通常来讲是要去看OB的 最早能见到OB呢 也是大概孕八周左右 主要呢就是看看胎心胎牙 以及看看你胚胎着床的位置 那我约上OB的时候 是我孕九周 当时他给我做B超的时候 就说我这个子宫 看着很奇怪 说正常来讲的话 子宫应该是成一个非常规则的 有张力的椭圆形 但是我的子宫呢 是呈现了一个哑铃状 那当时呢 他没有给我留一张B超图 所以说就是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一个哑铃 但是是一头偏大 一头偏小 中间有一条这样的通道连接着 所以当时医生说 他不能明确的给出一个结论 说我是宫内认神 他说呢 一般是有这三种情况 那第一种呢 也是最好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不是有一个哑铃吗 偏大的这一头呢 里面有一个正常的胚胎 然后这个胚胎呢 会慢慢的自己长大 就是一个正常的认神 那另外偏小的这一头呢 它是一个血块 这个血块呢 跟这个胚胎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它存在呢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的种种原因 导致我的子宫里 原本可能就存在这样一个血块 没有来得及排出来 这个血块呢 不会影响到胚胎 它之后可能会被我的身体慢慢吸收掉 或者是找机会找到一个通路被我排出体外 第二种情况呢 其实跟第一种情况很像 也是这边是胚胎 然后这边是血块 只是说这个血块不是我原本身体里有的 而是是这个胚胎流出来的血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意味着我正在经历流产 过几天之后 我就会出现大量的流血的这种情况 也就意味着这个胚胎质量本身就不太好 不会被保留下来 那这种情况下呢 虽然是流产 但是对母体 就对我自己本身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那第三种情况呢 就比较危险了 也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并不是宫内妊娠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宫外孕 只是说我胚胎着床的这个位置 不在书卵管 而是在子宫和连接书卵管中间的这个位置 他跟我说的那个词 我后来查了一下中文叫 这是在所有妊娠里边 概率最低 也是最危险的一种妊娠 他当时还给我解释了一下 如果胚胎在那儿着床的话 他不会在孕早期就流产 因为比较常见的宫外孕呢 是你的胚胎直接是在书卵管里着床了 那书卵管呢 是特别特别细的 那你的胚胎慢慢长大 其实在孕早期就在三个月之内 就会把你的书卵管撑破 然后会造成大书血啊 流产啊 虽然这种情况呢 也是比较危险的 但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宫外孕 很多医生也是比较有经验的 但如果是在监制部妊娠的话 他的这个位置呢 要比书卵管更加的宽敞一点 而且因为他离着子宫很近 所以他可以接受一部分子宫的营养 他这个胚胎呢 是可以长得比较大的 甚至能长到五到六个月的时候 他会把胚胎着床的这个位置给撑破 如果早期没有发现 任由他长大 然后把那个地方给撑破的话 就会直接危害到母体的生命 那我的OV呢 就一直在问我 有没有出现过 就是肚子剧痛啊 或者是大量出血的这种情况 我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通常来讲 宫外孕都会造成一定的腹痛 所以他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 就大概率情况下 我是属于前两种 但还是需要更加详细的检查 才能够确认 所以他就让我去医院 做了一个详细的B抄和印钞 来看看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当时呢 有上网查说 兼职不认身 如果你在早期发现了的话 最差最差的情况下 就是因为他着床是 既占着子宫和书卵管嘛 就可能是把子宫给 子宫和这部分书卵管给切掉 有的呢 稍微好一点的 可以切子宫的一个角 以及一部分的输卵管 这样呢 有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怀孕 当时呢 其实我也是做好 这样的心理准备了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做B抄其实还好 做印钞真的做了好久好久 因为印钞是在体内嘛 你要把两条腿架在那 我记得我呢 当时那两条腿直接就麻了 就麻到完全没有知觉了 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 我也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因为医院有规定 检测师是不可以向病人 透露任何的检测结果 或者是他看到的东西 所以整个检查呢 是非常安静的 我也就只能看见 我前面的白墙 最后检测师呢 会把这个检测结果 发给我的OB 然后由OB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并且告诉我 当时我的OB跟我说 就是他收到检测结果之后 如果给我打电话了 那就证明 我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那如果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正常的宫内认身的话 他就不会给我打电话 我做完检查之后 大概就过了两个小时吧 我的OB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知道我当时看到他电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特别的紧张 因为他之前跟我说 就是如果他给我打电话 就证明我有问题 然后我接起电话来呢 他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我 然后告诉我呢 我是属于那三种情况里面 最好的一种 也就是胚胎和血块 是完全分离的 我这次呢 也是正常的宫内认身 其实原本一开始 我对这个意外来的孩子 还是有一些抗拒的 虽然我们之前 对于二胎这件事情 没有说特别的抵触 但就是觉得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 他就这么来了 还是觉得有一些突然嘛 经过这么一折腾 再加上我的末次月经 就是如果你怀过孕的话 应该知道就是怀孕的第一天 不是从你受惊的那天开始的 而是从你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 那我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呢 是12月29号 距离Lucky 离开我们大概就是三四天吧 我们当时就有在想 会不会Lucky这么着急走 其实是想要回来做我们的孩子 所以呢 我也欺然的接受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礼物 然后到目前为止呢 我已经怀孕20周了 我们也已经知道 Eva将会有一个小妹妹了 以后他们也可以 互相分享小秘密呀 互相扶持 当然我呀 包括我们家很多之前的计划 就完全的被打乱了 本来我还想今年上半年 给你们出产后恢复的视频 现在这一下也拍不了了 那如果你们有关于一些 孕期方面的问题 什么孕期护肤啊 健身运动啊 这方面的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多分享一下 好那这就是我最近 这半年生活上的一些update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